据日本海字3月5号消息 第11艘苍龙级潜艇黄龙号正式交付入列 值得注意的是黄龙号是世界首艘 完全用锂电池取代传统千酸电池的常规潜艇 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 锂电池储存的电量至少是千酸电池的两倍 所以其续航能力在理论上是翻了一倍的 黄龙号属于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苍龙级 本身就具备极强的作战能力 而新电池的航程翻倍无异于如虎添翼 潜艇来去无常如深海猎手可绞杀天上猛禽 一可伏击水面巨箭 堪称水下最强武器 自诞生以来被各国海军所重视 不过潜艇也有着致命的弱点 一旦发生事故 巨大的水压将瞬间起坏挺身结构 船员往往难以生还 世界上各国的潜艇发生的事故不胜枚举 而且绝大部分都造成了重大人员和设备损失 不过这当中还是有例外的 2014年的一天 中国海军372艇正在执行战备远航任务 372艇当航行到陌生海域时 突然遭遇海水断崖 急剧的密度改变 让372艇急速下沉 官员们能清楚地听见海水将挺壳压缩产生的恐怖闷响 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吊身 潜艇就会跌入3000多米深的海底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官员们紧急启动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但潜艇还是加速下坠 此时另一个更加危险的情况发生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潜艇主机舱一根管路突然破裂 大量海水瞬间涌进舱室 面对生死考验 372艇官兵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质 一分钟内上百个发门关闭 两分钟后潜艇所有舱室封舱完毕 180秒后 潜艇终于停止掉升 开始上浮 此时潜艇离极限深度只差几米 372艇遭遇海底断崖成功自救 创造了世界潜艇历史上的奇迹 在此之前 凡是遭遇海底断崖的潜艇都无一生还 2014年9月2号 372艇全体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 由此可见 潜艇官兵所面临的危险 绝对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潜艇事故这样的突发意外面前 生死就是一念之间 其实我国海军潜艇曾发生过一起 举国悲痛的潜艇事故 潜艇70余人全部遇难 据专家猜测 该艇在发生事故前 正执行一项海上侦查任务 为此外交部险些向某国提出抗议 为了让大家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 我们整理出一份关于此事故的详细资料 由于内容较为敏感 我们将这部分内容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微信搜索刚愈军事 回复潜艇 看看海军史上最大的潜艇事故中 究竟有多少秘密 开读鲜明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刚愈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 请不吝点赞 位置不入行